我们来看这一题,座标平面上如果AS加BY小于等于C的解 区域如下图所示,则AVC的值可能是多少 根据题材式呢,那么首先我们来看这一个图形 那么这个图形的这一条直线,它是一个千值直线 那么千值直线的方程是呢,那就是S等于2 那么这一块区域,就是在这一条直线的左边 那么因此呢,左边包含这一条线 所以呢,它的解,那么就是呢,S小于或等于负2 所以呢,它解的区域,那么就是呢,S小于或等于负2 那么因此呢,题目说如果AS加BY小于等于C 所以呢,我们来跟它做一下比较 也就是呢,AS加BY小于等于C 所以呢,比较结果之下,我们得知呢,A的值 那么就等于1,然后B的值呢,是等于0 C的值是等于负2 所以题目呢,要来求ABC的值可能是多少 那么经过计算结果,所以呢,我们得知A的值是1 那么B的值呢,是0 C的值是负2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我们来看这一题,请在座标平面上 画出满足下列二元一次联利不等式的解区域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小题 联利不等式3s加2y小于等于12 3s加2y大于等于3 首先呢,我们把这个不等式 那么看成等式,也就是看成方程式 那么接着呢,我们在两轴上,那么分别来找它的点 那么意思也就是说呢,令x等于0 那么跟令y等于0 所以呢,当x等于0的时候 2y等于12,那么y呢是6 当y等于0的时候 3s等于12,那么因此呢 s就等于4 那么接着一样呢 3s加2y大于等于3 我们把它看成等号 所以呢,我们在两轴上 来找它的座标点 当x等于0,那么因此呢 y就等于2分之3 那么当y等于0的时候呢 s等于1 那所以呢,接着我们在座标平面上 先来画出来这两条方程式 也就是这两条直线来 再来找它不等式的区域 那么因此呢,我们在座标平面上 就来做一个直角座标 首先我们来画3s加2y等于12的这一条直线 所以呢,通过06跟40 那么因此呢,06指的是这一个点 那么40指的是这一个点 那么这里呢,不等式 因为是小于等于有等号 所以呢,我们就利用实线来连接这两点 那么因此呢,我们利用实线连接这两点之后 所得呢,这一条直线的方程式 那么就是3s加2y等于12 接着呢,我们来判断它的方向区域 所以呢,3s小于等于12 也就是包含这一条直线小于等于1的意思 那么就是这一条直线的左方 所以呢,在这边我们稍微呢,做个箭头 那表示呢,是左边的这一块区域 接着我们来画呢,3s加2y等于3的这一条直线 那么通过呢,0,2分之3 那么因此呢,指的是这一个点 接着呢,通过10 那么指的是这一个点 那么因为呢,也是大于或等于有等号 所以呢,我们就利用实线来连接呢,这两个点 那么因此呢,我们利用实线呢,连接这两点之后 所得的这一条直线的方程式 那么叫做呢,3s加2y等于3 接着呢,我们来判断它解的区域 那么因为呢,3s大于等于3 也就是呢,包含这一条直线 而且呢,是右方 所以呢,我们在这边一样,作为一个符号 代表呢,这是它解的区域 那么因此呢,所谓的连利不等式的解 也就是呢,在我们刚刚的这一条直线的左方 那么刚刚呢,在3s加2y等于3 这一条直线的右方 所以呢,他们的共同区域 也就是现在呢,我们画斜线的区域 这个呢,就是它连利不等式解的区域 我们来看第二小题 连利不等式,3s加2y小1等于12 3s加2y大1等于3 s大1等于0 y大1等于0 那么根据提名的意思呢 那么一样,我们也把这个不等式看成等式 现在呢,两轴上来找它的点 所以所谓的两轴上找它的点 那么就是呢,令x等于0跟y等于0 当x等于0的时候呢,那么得到y46 当y等于0,得到s等于44 接着一样,3s加2y大1等于3 所以呢,一样我们在两轴上 分别来找它的点 当x等于0,2y等于3 所以y呢,是2分之3 那么当y等于0的时候,3s等于3 所以呢,s就等于1 那么另外呢,s大1等于0 所以呢,等一下我们画直线的时候呢 我们就先来画呢,s等于0 那么也就是呢,y轴 y大1等于0 所以呢,我们要来画呢,y等于0 那么也就是呢,s轴 那么因此呢,我们在座标平面上 先来画出呢,这四条直线来 再来找它解的区域 那么因此呢,我们在座标平面上 就来画一个直角座标 首先,我们来画呢,3s加2y等于12的这一条直线 那么直线呢,通过06跟40 那么06呢,是指这一个点 那么40指这一个点 那么因为呢,不等是有等号 所以呢,我们就要利用实线来连接呢,这两点 那么因此呢,利用实线连接这两点之后 所得的这一条直线 它的方程式呢,就是3s加2y等于12 我们来判断呢,它的方向 那么因为呢,3s是小于等于12 所以呢,包含这一条直线 而且呢,是在这一条直线的左方 那么因此呢,在左方这边 我们就做一个箭头来表示 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画呢 3s加2y等于3的这一条直线 那么通过呢,0二分之三 那指的是这一个点 而且呢,通过10指的是这一个点 而且呢,不等是有等号 所以呢,我们要利用实线 那连接呢,这两点 那么因此呢,我们就利用实线呢 连接这两点所得的这一条直线方程式 那么就是呢,3s加2y等于3 接着我们来判断它的方向区域 也就是说呢,3s大于等于3 所以呢,这一条直线是实线的 而且呢,是在这一条直线的右方 那么因此呢,在右方这边 我们加出了一个箭头 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做呢 s等于0的这一条直线 所谓的s等于0的这一条直线 那么指的呢,就是y轴 所以呢,在y轴这边 我们注明是s等于0 那么s大于0的意思就是呢 y轴它的右方 一样呢,我们也做个记号 在它的右方 我们再来划呢,y等于0的这一条直线 所谓的y等于0 那么指的呢,就是s轴 所以在这边呢,y等于0是它的方程式 接着我们来看呢,y等于0 那么指的是s轴的上方 所以呢,我们来做一个记号 表示是这个区域 最后,连力不等式的意思 也就是呢,在3s加2y等于12的左方 在3s加2y等于3的右方 在y轴的右方 那么在呢,s轴的上方 那么因此呢,我们就画斜线区域 来表示,这个连力不等式的解的区域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我们来看这题 先写出下图中 着色区域的二元一次连力不等式 有什么意思呢?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呢 这四条直线的方程式 首先我们来看呢 通过03跟40的这一条直线 我们利用了结区式来计算 也就是呢,s分之s 那么加上呢,y等于1 那么因此呢 我们把它画简 所以画简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得到是3s 那么加上呢 4y等于12 那么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呢 通过-40 那么跟呢 0-3的这一条直线 那么一样呢 我们也是利用结区式来做计算 所谓的结区式呢 那么就是-4分之s 再加上呢 -3分之y等于1 所以呢,一样我们把它换成标准式 也就是得到呢 3s加4y 那么等于呢 -12 那么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呢 通过-40 那么跟呢 03的这一条直线 那么一样呢 我们利用 结区式来计算 那么所谓的结区式就是-4分之s 那么加上呢 3分之y等于1 所以呢 我们把它换成标准式式 那么得到呢 13s 减掉呢 4y 等于-12 那么最后呢 我们再来看这一条直线 也就是呢 通过0-3 那么跟40的这一条直线 一样呢 我们利用结区式来计算 所以呢 就是4分之s 那么再加上呢 -3分之y等于1 所以呢 我们把它换成标准式 那么所以呢 我们就会得到13s 减掉呢 4y 等于12 那么因此呢 我们就求得四条直线 所以呢 就是3s 加4y等于12 3s 加4y 等于-12 3s 减4y 等于-12 跟3s 减4y 等于12 那么求得呢 这四条直线之后 我们再来求解呢 二元一次连利不等式 那首先呢 我们来看3s 减4y 4y 等于呢 -12的这一条直线 那么这边呢 我们先写-12 那么这一条直线呢 所在的这一个区域 是在这一条直线的右方 右方呢 对s来讲 那么因此呢 就是大于或等于 我们再来看呢 3s-4y 等于12的这一条直线 那么这个区域呢 是在这一条直线的左方 那么左方呢 是对s来讲的 所以呢 左方就是小于或等于 我们再来看呢 这一条直线 就是3s 加4y 等于12的这一条直线 那么这一条直线呢 这个区域 是在这一条直线的左方 左方是对s来讲的 也就是说呢 s那么就会小于等于12 最后我们来看这一条直线 那么也就是呢 3s 那么加上4y 等于呢 -12 那么这一条直线呢 这个区域在这一条直线的右方 右方对s来讲 所以呢 就是大于或等于 那么因此呢 我们就求得 连利不等式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我们来看这一题 请在座标平面上 画出满足二元一次连利不等式 3 大于等于s-y 大于等于-2 -1 小于等于s加y 小于等于4 的解区域 有题目的是呢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上方 的这一个不等式 那么这个不等式呢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s-y 小于等于3 那么跟呢 s-y 大于等于-2 这两个呢 连利不等式 那么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下方 这个不等式 那么一样呢 我们把它改成s加y 那么大于等于-1 那么跟呢 s加y 小于等于4 这两个连利不等式 那么意思也就是说呢 我们把题目给我们的二元一次 连利不等式的两个 我们就把它改成呢 这四个连利不等式 那么因此 首先我们来个别 在它的坐标桌上来找点 也就是说呢 我们都把不等式 那么看成等号 在坐标桌 两桌上来找它的点 首先我们来看呢 s-y把它看成等于3 所以当呢 s等于0 那么y是-3 当y等于0 s13 我们再来看呢 s-y把它看成等号-2的时候 那么一样呢 我们在两桌上 我们再来找它的点 所以呢 当s等于0 那么y呢 是2 当y等于0 s呢 4-2 那么接着一样 s加y 我们把它看成等号的时候 在两桌上来找它的点 所以呢 当s等于0 那么y4-1 当y等于0 s4-1 最后我们来看 s加y 看成等于4的时候 那么一样呢 我们在两桌上来找它的点 当s等于0 y14 当y等于0 s14 那么接着呢 我们在坐标平面上 先来画出这4条直线 那么并且再来找它解的区域 那么因此呢 我们在坐标平面上 首先我们来画出呢 s-y等于3的这一条直线 那么因为呢 它是小于等于3 也就是说呢 在这一条直线的上方 或者呢 在这一条直线的左方 我们就做一个记号 我们再来画呢 s-y等于2的这一条直线 那因为呢 是大于等于2 所以在这一条直线的右方 那么因此我们也 注明或者是在下方 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呢 s加y等于-1的这一条直线 大于等于-1 代表是在这一条直线的右方 或者是上方 那么s加y等于4的这一条直线 因为是小于等于4 所以呢 是在这一条直线的左方 或者是下方 那么因此呢 整个连立不等式 也就是呢 在这两条蓝色线的中间 在这两条橘色线的中间 那么因此呢 我们就利用斜线 来表示呢 它连立不等式的结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